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美一直靠着自己在校外做兼职赚来的生活费 但是小美并没有嫌弃这样的生活 她感觉这样的生活过得比较充实 有一次 小美发了工资 心里十分高兴 室友们就带她买各种化妆品 给小美打发美美的 从此小美就喜欢上了化妆 只要她喜欢的化妆品一定会收藏 接着她一有时间就去做兼职赚钱买化妆品 接着小美对蛇持品产生了兴趣 于是她找的兼职越来越多 但是她想尝试一些赚钱快递工作 毕竟想买一件漂亮的衣服 需要找多个兼职 才能买一件好看的 偶然的一天 在朋友的介绍下 小美就在网上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看到工资非常高小美就心动了 于是就进行面试 小美就到了对方公司 经过几句简单的话语 很快就入职了 然后小美出来两名 男子把小美带到一间出租房 她感到有些不对劲 又不好意思说的 随后进入房间后 看到里面都是一堆男男女女 非常脏乱 小美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自己进入了传销组织了 接下来小美就承受地狱般的事件 在当天晚上 她就和几名男子发生了关系 几个月后 警察得知事情后 将对这个传销进行处罚 当时小美被父母的就带回家了 在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数月了 父母问小美这是谁的孩子 小美则支支吾吾的 我也不清楚是谁的 小片只想说的是 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 自己压根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 就相信网上的 不要看到工资高就这心动了 不管做任何事情 都要保持清晰的头脑和警惕性 因此 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评论 图文来源网络 如有秦权请联系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